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元前221年 秦王寅政兼兵六国 他建立起了一个比原来西州名义上的普天之下的国家 要辽阔的国的国家 那么这个国家辽阔到什么程度 我们看看大屏幕 司马前的史记做了一个说明 叫东至海 即朝鲜 西至临桃 枪中 南至北向腹 北居河为塞 并阴山自辽东 那么这是什么概念 实际上说得非常清楚 西从现在的甘肃中部开始 一直东向延伸到大海 那么北从现在的河套 还有辽东半岛开始 一直向南到哪里 司马前的史记说了三个字 北向腹 那么这个北向腹在哪里 我们有一个仪在这里 实际上后来的人们做了解释 又叫日南 这个地方叫日南 那么日南是怎么解释 北向腹 太阳从北边的窗户造进来 那么房子在太阳的南边 这个倒有意思了 我们都是太阳从南边的窗户过来 那怎么解 用我们现代的科学理验来解释 所谓的北向腹 所谓的日南 它是在北回归县以南的那些地区 也就是现在的广东 广西 还有云南省的中部以南的地区 这一片 现在说是北回归县以南 但是当时的人把它叫做日南 到了西汉的时候 我曾经设置过一个郡 叫日南郡 它的南端在现在越南的纬度 北纬十六度线那块 所以实际上所谓的北向腹 严格说起来 就是极难到我们所知道的地方 那么这么一块辽国的土地 秦朝建立一个庞南大 如果我们以公元前221年 也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这一年 作为一个坐标 上下1000年 在世界范围内 大概只出现过三个 可以和他相辟的国家 这三个国家都是横跨亚洲 非洲和欧洲 一个叫做波斯 一个叫做马其顿 还有一个叫做罗马 这大家就比较熟悉的了 建立了这么大的工业 秦王云正 他自然是自得意满 这个自得意满 我们可以从他给他的臣子们 发布一条命令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条令呢 因为篇幅比较长 我们就摘要点 给他说一说 什么意思呢 韩国 赵国 还有一个魏国 所谓的三境 他们曾经向我国 隔地 要求为藩国 但是后来反叛我们 所以我 诸子 还有那个楚国 开始也请求为藩国 献地给我们 但是却派兵攻打我们的南郡 于是灭死 还有那个燕国 燕王糊涂 他听认他的儿子太子丹 派刺客到秦国来行刺 所以我们灭死 还有齐国 齐国背心轻易 开始和我国结交 后来和我国断交 所以也灭死 所以大家看一看 秦王明政 凭借秦国的强大的实力 灭韩 灭兆 灭魏 灭楚 灭烟 灭齐 凡事和秦对抗的 不是诸子 就是灭死 诸子是人 灭的是国 这个悟空一切 是很难看到的 我们也放眼世界 像秦始皇 这样悟空一切 自得一满地 大概还有一个人 谁呢 那就是古罗马共和国里 最后的一个独裁者 他的名字叫凯撒 凯撒在征服了高卢 也就是现在的法国 征服了埃及 那片地区以后 给罗马元老院 写了一封报纪文书 这个文书 只有三个拉丁词 如果翻译成中文 就这么三句话 我来了 我看见 我征服 所以这三个字 我们现在看起来 和秦始皇 和秦王明政 所说的诸子和灭子 那真是义取而通过 秦王明政 他足够的灭六国 足够的坚灭六国 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力量不断地强大 那么 演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 但是 当征服战争结束以后 本来是一个战争机器 它转化为国家机器的时候 那么这个国家 它的特点应该说 两个字可以概括 哪两个字 集权 还可以用两个字 那就要专制 这个秦国 现在的秦国 这个庞兰大乌的秦国 和我们过去 国史通鉴第一部 所谈到的西州 它应该是完全不同意义的 两种性质 如果我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西州 也就是周武王建立了一个西州 严格说起来 它是一个合众国 而秦王明政 所建立的这个国家 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 刚才我说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 我们可以比喻什么呢 西州 周武王建立这个州 我们可以说 它是一个股份公司 为什么股份公司呢 尽管周王 他是大股东 他是控股股东 但是分封的各个诸侯 分封他的儿子们 他的工程们 他的前朝的贵族们 实际上也是大大小小的股东 多有一份财产在那里 但是秦不是这样 秦建立以后 建立六国以后 是个独自公司 它不仅仅是秦国的独自公司 乃至是秦王室的独自公司 除了秦王明政以外 其他的大大小小的工程 全是故公 可上可下 可罢免 绝无世袭之上 那么建立了这么一大的工业 秦王明政 我们刚才说是自得意买 那么这个最高统治者 他应该有一个称号 和管理这么一个大国相匹配 那么我们算一算 过去曾经有过的 所谓的三皇 所谓的五帝 还有夏商周 他们是称王 有皇 有帝 有王 那么 秦国的这个统治者 该称什么 过去的所谓三皇 过去的所谓五帝 他即使能够管辖的土地 也就是几百里 冲击两千里 现在管理多大的面积 万里僵律 那么必须要一个 符合他身份的称号 那么大家讨论 到底是皇 还是帝 还是其他等等 最后 秦王明政 亲自拍摆 就叫皇帝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 最高统治者 称皇帝的开始 那么 这个皇帝该怎么解 他为什么要叫皇帝 一千多年以后 司马光在资资通鉴里头 做出了很好的解释 做出了什么解释 我们看一看 王出殡天下 自以为得奸三皇 公国五帝 乃 庚号约 皇帝 三皇五帝 根本不在话下 那么 所以把三皇的皇子 和五帝的弟子 连在一起 叫皇帝 那么中国 自古以来 第一位皇帝 产生了 他是千古一帝 当然以后的 最高统治者 也叫皇帝 但是大多数 图具西米 生前的尊号 我们定了 叫做皇帝 那么死后怎么办 秦王嬴政 还希望给死后 也定下一个固定的城府 怎么固定 从周以来 有一种习惯 过去的国王死了 然后新继位的国王 根据大家的一起讨论 根据前面的国军 他的一生的攻击 给他定一个号 这个号叫四号 比如说周 有周文王 有周武王 有周陈王 还有一个 周幽王 周历王 这就叫做盖棺定论 文很好 武也很好 陈也不错 但是 如果到了幽 到了历 这就糟糕了 秦王嬴政就觉得 自己生前是叫皇帝 那么死后 还让这些人来议定吗 这完全是子一户 臣一军 不合体统 秦王嬴政规定 以后再也不要有四号了 生前叫皇帝 那么以后的称呼叫什么 以他自己开始 他自己就叫死皇帝 那么什么是死皇帝 秦朝第一个皇帝 所以叫死皇帝 死后 冷南是死皇帝 后来人们把 这个死皇帝 捡去一个字 捡去帝字 把这个朝代加上去 加上一个秦字 所以把秦王嬴政 称为秦死皇 秦死皇就这么来的 他自己是死皇帝 那么以后的怎么办 以后的儿子继位 孙子继位 一代一代就传下去 叫二世 三世 四世 传到多少世 传之无穷 万代 你看看 他自己是皇帝 以后是万代的皇帝 那么这样一来 那秦朝不知道要延续多少年了 秦死皇 秦死皇作为千古一帝 不仅首创了皇帝名号 开创了中国很多个第一 重要的是 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肇事 他把大一统的理念深置人心 绵延两千多年 并延续至继 那么这样一位伟大的开创者 他会是什么样子呢 作为中国人的千古一帝 外国人又是怎么看秦死皇的呢 请继续收看 古史通鉴秦汉三国篇 千古一帝 但是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没延续那么久 延续了多久 二世而亡 不但是二世而亡 由于后来的历史 是胜利者所写的 那么秦朝的种种不适 就被搬出来了 那么秦变成了报庆 那么秦死皇 也被别人描绘的各种各样的形象 甚至是妖魔化 但是我们现在要考虑 这个千古一帝 我们说他创立了那么大的工业 他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恐怕所有的人都在关心 因此在后来的历史上 对秦死皇进行了种种的描述 他的形象也是千奇百怪的 但是不管怎么描述 他的母本只有一个 母本是哪一个呢 有一个和秦死皇同时代的人物 他用四个词 八个字 对秦死皇里阴隆相貌 做了描述 这个人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历史书上 把他的名字记载为魏辽 为什么叫魏辽 这个人本来是魏国人 注意 那个魏是照含魏的魏 魏国人 魏国人跑到秦国来 结果受到当时的秦王嬴政的重视 给他国魏的这么一个官职 所以他以官为信 人们就把他叫做魏辽了 这位魏辽是一个有神秘色彩的人物 在那个时代 大凡有神秘色彩的人物 特别是有权谋的人物 人们总想把他和另外一个人物挂上钩 和谁 和鬼骨子挂上钩 所以很多人认为 这个魏辽又是鬼骨子的另外一个学生 他是苏秦张义等等的 不知道哪一辈的师弟 这个魏辽怎么用四个词八个字 来描述秦死皇的呢 这四个词是 风准 长木 至阴 财身 风准是什么意思 长木是什么意思 这两个词是概括秦死皇的面貌 它的长相 风者 隆其也 就是丰满的意思 准是鼻梁鼻子 所谓的风准就是 它是高鼻梁 有一个饱满的鼻子 什么长木 眼睛是长长的 如果是这样的鼻梁 有一对长长的眼睛的一个男子 我们怎么想 也是一个笑貌堂堂的男人 这个很容易解决 如果我们从遗传下的角度 秦死皇的父亲 是秦国的公子 当然我们用民间传说 说是吕不韦的儿子 吕不韦也是美男子 他的母亲是谁 赵姬 赵国的美女 所以秦死皇 无论如何 从他的长相来说 都是相貌堂堂 在中国历史上 紧接着秦死皇的 有另外一个人 也是风准 所以汉高祖刘邦 汉书里头就记载 刘邦是龙准 什么是龙准 龙者 枫叶 也是饱满 所以汉高祖刘邦 他的长相 可能还跟秦死皇 还有点相似 另外说长 也有一个美男子 所以三国演义里头 是关羽 关云长 三国演义有四个地方 说关云长的眼睛 是丹凤眼 什么叫做丹凤眼 眼角稍稍往上翘的 长眼睛 而汉高祖刘邦 关云长 那大家都知道的 那是相貌堂堂的 所以我们这样解释 我们可以对秦死皇 相貌下个定义 这个人 不得了 那是个相貌堂堂的男子 下面 有意思了 叫做 至阴 什么叫做至阴 至 是凶猛的鸟 说秦死皇的胸部 像凶猛的鸟 比如雕 比如阴阳 是突出的 这个就好玩 我们有人考证 说秦死皇的这个智阴 或者智鸟阴 也就是像雄阴 像雕一样的胸脯 应该是一个鸡胸 既然是鸡胸 可能他小的时候 得过勾搂病 是一个勾搂病 这个想象力倒是比较丰富的 但是我看 有点牵强付费 那么从未了所看到的 秦死皇 应该是一个胸部发达 胸部发达 恰恰是身体健壮 而且勾搂病 能有一个特点 经历不济 精神不好 但是我们从所有的记载里头看 秦死皇都是精力旺盛 体力过人 那哪里有点高劳病的样子 所以你看看 所以有的时候一画像 像貌就不一样 最后一个 有意思 财生 魏辽从魏国来到秦国的时候 初见秦死皇 那个时候还是秦王嬴政 我想他一定 责服于这个年轻君主的 堂堂政治的相貌 但是当秦死皇 那个时候的秦王嬴政 发出问候声的时候 这个魏辽吃了一斤 为什么呢 原来发出来的声音 竟然带有财声 财声是什么声 也许是声音沙哑 也许是声音高亢 那么不管是声音高亢 还是声音沙哑 在中国的古代 如果记载了帝王 那个帝王性格一般都是残忍 一般都是杀滑果断 但是这也很正常 作为一个开国君主 作为一个通过坚命战争 通过长期的战争 能够创建一个伟大王朝的统治者 他不杀伐果断 怎么行 魏辽刚刚见到秦死皇的时候 一听到这一声 简直产生了想逃跑的想法 不可久留 但是经不起秦死皇当时的秦皇嬴政 这种礼贤下事 对他言听计从 非常谦虚 甚至知弟子 为了感动了 他留下来了 出谋发策 帮助秦死皇兼兵六广 所以我们看看 一个能够创立伟大基业的这么一种领袖 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 我们可以说他某一些措施 某一些政策 某一些做法 用我们现代的理论来说 是绝对不可理解 但是绝不可全门否定 更不可轻易的抹黑 秦死皇能够用极短的时间 兼并六国统一海内 靠的是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 但在国家统一后 秦死皇面临的是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 在战国时 各国治理的地盘 在今天看起来 差不多就是一个省的大象 统一之后 国土面积扩大了数倍 人口也增加了数倍 而且地利条件不同 风俗各异 那么秦死皇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构建自己的帝国呢 那么自己的称号 生前的称号 死后的称号都已经固化 那么秦死皇要制定他的一套国家制度 首先是中央制度 中央怎么形成一种有效的管理机制 在皇帝的下面设立了三个主要的助手 第一位 陈相 第二位 太尉 第三个 御史大夫 分别掌管秦国的政务 军务和司法与监督 但是这三位 是平起平坐的 统统直接对皇帝负责 我们刚才谈到 秦死皇之下 他有三个大助手 陈相 太尉 御史大夫 而陈相下面 他又设立了九个机构 或者九个官员 主管官员 一共九个 所以当时把他称为九亲 这就是后代的人们 说到的 秦朝的 中央体制 叫做 三公九亲 那么中央是这样 地方怎么样 地方进行过一次 极烈的讨论 秦死皇曾经召集过 很多讨论会 让大家谈一谈 我们这个庞大的国家 该如何治理 陈相往往呢 他是文官的首脑 专门管政务 他当然责务旁贷 于是他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个什么见解 说我们征服的楚国 我们征服的英国 还有齐国 离关中地区都过于遥远 管理起来有诸多的不便 大家注意好 诸多的不便 包括实际上 我们现在解释 包括通讯 包括交通 包括送船大下达 等等的不便 我们可以设想到很多的困难 因此他建议 仿造西州 在这些地区 也是中央的力量 一时还达不到的地区 让皇帝 您的儿子们 到这里做诸侯 到这里来诸王 让他们来进行管理 中央的势力 一时达不到的地区 实行分封制 但是王宛所提出的这个分封 和西州的分封 大不一样 我们过去曾经谈到过 西州的分封 它是分封子弟 分封工程 分封前朝的后代 前贤的后代 另外分封各路的部落手里 但是秦不这样 王宛提出来的 有分封资格的 只有秦氏皇的儿子 所以这也有点像 我们刚才所讨论到的 他属于独资公私 而不是股份子 这个建议 几乎得到了 所有官员的用户 大家觉得 在当前的形势下 恐怕只有这样 但是 有一个人提出反对 这个人是谁 名字叫李斯 从楚国来到秦国的一个客亲 当然由于到秦国的时间 已经比较长了 并且得到秦始皇的重视 重用 所以这个时候正在担任廷位 李斯表示 王宛提出的这一套 实际上是在种一种祸根 即使吩咐了子弟 几代以后 他和帝氏的关系逐渐疏远 那以后怎么收拾 所以他建议 无论是什么地方 绝对不能实行吩咐 这个是绝对意义上的少数派 但是秦始皇 恰恰认可了李斯的建议 秦始皇有一段著名的话 我们可以看看大屏幕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 已有何往 奈宗妙 天下出定 又复立国 始速兵业 而囚禁迎戏 岂不难哉 你看看 在秦始皇看来 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 恰恰是因为西州的分风 当然严格说起来 他对西州的分风 那种当时的促进 可能不是完全了解 或者不是完全的理解 但是 秦始皇的这个说法 应该是极其有道理 至少在当时 是人们普遍看到的问题 于是秦始皇 聘其分风制不用 而采纳了李斯的建议 怎么看 在全国所有的地方 不是推行分风制 也不是分风制 和其他的制度并行 而是执行 郡县制 什么叫做郡县制 这个制度在秦国 已经在推行 也就是把全国 分成36个郡 分成36个单位 后来增加了几个 每个郡 下面又分几个县 分若干个县 那么这样一来 地方是郡县两极 所以人们把这个制度 称之为郡县制 这个制度不但在秦国推行 在魏国也实行过 所以秦始皇 他是把局部的一个制度 把它整齐化 然后推广到全国 郡县制 他官员的设立 和中央有点相似 在每个郡 是郡首 郡卫 和监狱室 同样的分管政务 分管军务 和分管监厂 你看 跟中央 他是对号的 那么县也是一样 每个县 设立县令 或者县的县长 县长或者县令的旁边 还有一个 县位和县城 同样是主管 政务 军务 和监察 及司法 那么从上到下 他都采取一种 分权的办法 实际上是 千负千字 最后 集权于中央 集权于皇帝 所有的官员 都有中央任命 这和原来春秋时期的体制 是大大不一样的 不仅如此 国家的权力 直接深入到底层 怎么深入到底层 在县下 这一基层 是厅 什么叫做厅 十里 一个厅 是厅长 这个我要多解释两句 一个里 到底是管多少人 有多少人 周里有一句话 叫做 五家为零 五零为理 我们后来所说的 零里零里 就这样来的 那么意思就是说 日里 大概是25家人家左右 那么十里一庭 一个庭多少 大概是两三百家人家 这两三百家人家 就设立一个庭长 庭长干什么 管治安 那么这个管治安的庭长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 通常的说法 来比喻他 我们该叫他什么 大概应该叫他 骗剑 他负责一个地方的治安 那么后来 有一位伟大的人物 就住过这个庭长 我们下面将要说到的 汉朝里开国皇帝 汉高祖流邦 就是从基层干部做起的 那么石庭上面是一厢 厢里头也有几个机构 管理教化 管理治安 管理向民众 征集税收 他建立这么一套制度 这一整套制度 我们把它叫做 郡县制 所以这样一来 秦朝里高高在上 是一个皇帝 中央是所谓的三公九卿 地方是我们通常说到的 郡县制 一整套国家机器 建立起来了 这一套国家机器的建立 对于巩固和保护 维护 秦朝建立的这种大一统的国家 应该说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他在制度上保证了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秦始皇兼并六国 汉武帝开疆拓统 秦汉大一统奠基中国 王莽代汉 陆云赤梅 重整山河 戴德秀 刘关张桃源起义 位数无三国鼎立 天下大事 分酒必合 合酒必分 品中华之历史 见帝国之兴衰 百家讲坛栏目 邀请江西师范大学 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国史参见 秦汉三国篇 郡县制的设立 具有跨时代的重大力 他把地方控制权 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在很大程度上 能够避免地方势力作大 因而能够维护国家统一 无限度分裂 自此以后 尽管在汉朝和明朝初期 曾经短暂出现过分封制 但郡县制始终是 中国两千多年 封建王朝的 主要政治制度 但一个统一王朝的建立 尤其又经过了数百年的战断 人心的规复 人比制度建设要更难 那么秦始皇又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建立人民的国家任务感 请继续收看 国师公建秦汉三国篇第一集 千古一臂 秦始皇 秦始皇在位的时候 我们还得算计算 他为 巩固他这个政权 维护他这个统一 他做了哪些事 我们概括一下 简重要的 三句话 三件事 那三句话 车同鬼 书同文 行同轮 就这么九个字 但是这九个字 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含义 车同鬼什么意思 要求全国的车辆 它两个轮子之间的距离 它要统一起来 统一到多少 当时说是统一到六尺 六尺是多少 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五尺 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措施 统一车轨的更重要的原因 是统一全国的道路 并且建立遍布全国的一种道路网络 这样一来 它就有利于各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流 能源沟通等等 这是前面三个字 接出来的三个字 更加伟大 书同文 就是统一文字 就我看 秦始皇统一以后 所有的措施里头 这个措施 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度 中国的古文字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知道的有 加古文 中英文 大传 小传 等等 而且各个地方 可能有各个地方的文字 它不同意 中国还有一句古话 叫做十里不同音 百里不同俗 我们在一起 北京人未必听得懂广东的白话 广东人未必听得懂福建人说话 还必要说这些 我们江西人自己 就无数的方言 我下方的时候 下方的安抚选 离吉安只有六十公里 我就听不懂那个地方的话 听不懂怎么办 怎么交流 没关系 秦始皇帮我们做好了这个工作 文字统一起来 我听不懂话 文字是一字的 你看看 在中国此后国家的发展竞争中 文字的论同 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论同 所以我说 这个措施 无论怎么评价 都不为高 第三 形同伦 这个形同伦实际上是指 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统一 和车同轨 书同文有点不一样 车和文 它是客观的 没什么阶级性 但是道德标准 和行为准则 它则是有阶级性的 如果按我的解释 应该说也是通常的认识 所谓的形同伦 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普遍的行为准则 普遍的道德标准 用我们以后将要谈到的 王阳明的话来说 那是良知良知 另外 还有各个时代 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 所推行的那种行为准则 和道德标准 用秦始皇时奥的来说 他就是 必须树立一种 对大一统的认同 必须树立一种 对秦朝国家的认同 三句话之后 我们还要说三件事 那么哪三件事呢 第一 承认土地的私有 这个语句著名的话 叫令前守自私田 因为那个时候奉信 武德宗史说 秦朝的人们认为 和战国时代的人们认为 周 他是火德 那么秦取代了他 他就是水德 水能灭火 水的颜色是什么 上黑 所以秦朝的旗子 秦朝人们的头巾 他都是黑色的 看上去一片黑 头上是黑色的 所以叫前守 那么承认土地的私有 他的好处是 每个民众 或者说占有土地的 国家承认你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你必须向国家 扶摇运 交付税 这是建立起这么一种关系 那么这种关系成为以后 中国两千多年的 基本的土地占有关系 那就是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值 但是同时 必须向国家承担纳税的义务 第二件事 统一度量衡 国家建立起统一的标准 长度 重量 农机 都同一起来 这样 对于商业的发展 对于国家进行税收的整理 这个都市有巨大的好处 第三 迁徙六国贵族 六国被灭了 六国的贵族 六国的豪强 当然是 由于失去了过去的势力 心里肯定是不满 所以秦始皇采取了个重大的措施 把六国的豪杰 六国的贵族 迁到关中 迁到关中的好处是什么 第一 和原来的关系 你全部切断 你的势力范围脱离了 第二 就近关系 而且是关中的人口 可以充实在一起 迁徙六国贵族 来充实都城的这个措施 后来被汉高祖也采用 一千多年以后 明太祖苏元璋也在采用 所以我们看一看 秦始皇在他在位的 短短的十多年里头 他开始是用了十二年 来统一六国 建命六国 然后又用了十二年的时间 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而这些事情 恰恰是 他前面和他后面的许多帝国 所没有做的 也无法做的 但是秦始皇做了 他为什么能够做 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 秦始皇是真心的把这个 庞大的国家 当做自己的财产 他具有高度的责任制 他不能浓冷 这个国家的瓦解 第二 实际上从春秋到战国 中国中原大地 至少是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正在逐渐形成一种文化上的论同 而这种论同 无论是孔子 无论是孟子 还是孔子的子弟们 子孙们 都在预言和解释 这么一种文化的论同 其中特别有意思的是 我们刚才谈到的三句话 车同鬼 书同文 行同人 恰恰还不是秦始皇首先提出的 谁提出的 孔子的孙子 子师提出来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秦始皇 道成了儒家学说的 执行人 成为孔子和他的孙子的 渝族的执行者 这才是真有意思的事情 那么 他推行这些措施的结果 效果怎么样 我们要等待历史的检验 我们下一次 谢谢 谢谢